你吃的人嗎 知名媛所受死典推出活動 姓名中有鮭魚免費吃 基隆有名張姓袁警 也跟風改名叫做 宜蘭之子超粗大深海鮭魚汪 事件延燒連內政部長也傻眼 製造麻煩 我們有個袁警也是這樣子 他現在覺得的確製造 鮭魚圓警這下真的好尷尬 原本19號要上班 臨時多請一天假避風頭 網友一聽笑說 這名袁警簽出入登記部 會後悔知名張有點難科 更調出宜蘭市長 說要來關心一下 這個鮭魚同學 清明馬上要到了 不用去掃墓嗎 怎麼去跟他的列祖列宗交代 那個真的是找那個協定的麻煩 就要簽名的話要簽那麼多 一個公務成員你簽名或者幹嘛 他不會覺得自己很糟糕嗎 你幹嘛改烏龜就好了 臺灣警察法學研究學會 也剖出貼文 也於現在的學生頭殼 都不知道裝什麼 有本事就在聯合請教時舉手發言 更留下狠話只要敢錄影存證 這樣說老師請你吃鮭魚吃到飽 出動分局長為他表達歉意 為了持免費壽司 不顧公務員身份 還被PO上網炫耀 不只影響民眾觀感 最後連長官也要為他善後 記者朱丁龍 岩育龍 蔡羽山 基隆澎湖採訪報導